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 My name is Fiona 新商务 Lita 畅音珠 James 加隆郭 Jimmy 加热妹 Lana 开协力 Stanley 余香正 Ray 齐雷煌 Brian Potential Tim 玉琳正 I won 2018 I won Agritouch Skip Competition Do I have this Of Jupiter to visit Israel 感謝教育部給這個基金 在城外學校有這個機會 特別謝謝我們教育部 對高職教育的重視 透過這次的重演習 我們也找了三個學校 跟一個廠商 MDMOU 演習過程裡面 我們監視到了以下的幾點 工業的部分的話 他們的武器生產 還有子彈的生產 都非常的精良 那第二個比較特殊的是 因為他們利用太陽能的部分的話 來產生發電 以色列的空軍工業學校 上課方式很不一樣 他們以分組來進行討論與實驗 老師不替學生決定題目 學生必須自己去發現問題與解決問題 以色列因為氣候乾燥、水資源缺乏 顧利用滴管設備去克服這個問題 將沙漠改造為涼田 而且不使用農藥 並使用生物防治法去種植作物 他們的野藥很出名 在種植上 是以滴管來灌溉 剛才下來的果實無需加工 只加以乾燥、冷凍、後直接包裝 水活性低故意保存 在以色列我們去觀望了一間農場 為小羊喝奶 和看了如何用羊奶製作氣室的方法 在製作氣室的小型工廠看到了許多專業的設備 真是大開眼界學習到了很多 以色列的農場生產模式很不同 大面積的生產單項作物、農機具 及漢田的灌溉設施 都讓我大開眼界 分駐實習對學農場經營的我 有莫大的啟發 以色列的農業學校 在課外之餘有許多的社團活動 我看到了學生自我學習的能力 他們的造證計畫也是從沒有到有 以色列不放棄的精神很棒、很好 以色列農業學校的動物飼養方式叫天然 像是利用火燒滅菌的方式取代消毒水 他們的教育也很注重實驗 像是在動物與植物方面都有研究 很棒 以色列對環境資源非常的重視 沙漠變成了綠地 及溫室裡的試驗 都記錄了完整的資訊 這種觀察植物生長狀況的方式 令我大開眼界 以色列的都市眾有大量的開花植物 用不同花色營造出視覺的變化 其中巴哈伊空中花園左右對稱 階梯式的庭園 每一階都有不同設計 更是讓我印象深刻 更是讓我印象深刻 很可怕 我想這次學生部海上演習的主要目的 希望能夠增進我們基礎型高中學生的 這個專業技能 而且能夠提升我們學生的競爭力 以及他的這個國際視野 同時可以做未來我們中學生的這種培訓 還有一些中學人才養成的一個參考 我覺得在以色列看到最特別是他們的牧羊方式 像在台灣的牧羊方式主要是 牧羊人或是牧羊群從後面趕 趕著這些綿羊走 而在以色列他們是牧羊人 在前面帶領的這些綿羊 覺得很不一樣 過華領域的部分 見識到他們的低管系統 他們的低管系統克服 他們的水的缺乏 一個以色列學生 八歲的學生他們就很想問問題 所以這是台灣比較前接 很多的事情 因為你敢發了 敢問問題 就代表你有你的看法 這個不會讓我們再想 我們台灣可能要去調整 讓我們的學生 他如果敢去發問問題的話 那未來有一些不同的激發 有一些震盪 那麼當然我們也看到他們在 學生在求學過程階段裡面 特別是在他們私語課程裡面 他們很重視這種小的討論 從小討論都不會寫不斷的發問 我們不斷的提示老師的想法 那過程裡面的老師 跟學生之間是寫的 他們彼此的觀點 大家各有這一個看法 所以他們會不斷的溝通 不斷的這一個爭辯 或是討論 然後找到一個更好 更加的舉例方式 所以我想這門是台灣人 可以來作為參考的 他們的上課方式 跟台灣的上課方式 非常不一樣 他們是以小組來進行 分組討論 然後進行一些實驗 然後老師不會給任 特別是老師不會給他們 任何的體育 然後學生必須要自己去 尋找問題 然後藉口去找自己要做的體育 他們在專題製作的部分 他們所學的東西 都是一些業界方面的需要 所以他們專題製作 基本上它是一個有用的 然後去決定業界上獲取的問題 第二個他們專題的部分 都是比較強要形容 在生活上面所遭遇的一些問題 從這種怎麼樣來說改進 讓他們的生活 能夠更便利更方便 所以我想這方面的部分 就是我們國內 就是有一些是真的 我們有參考的 小組討論對學生跟學生之間 或者是學生跟老師之間 針對問題的屬性 那麼彼此 勇於去針對他的利潤 來提出這個說明 所以我想這個部分 是台灣的學生比較少有 在討論的過程裡面 我們可以發現到 他們透過不斷的這個爭論爭辯 找到一個更加的這個方式 針對這次學生的海外中演習 是我們自己提出過 想要到以色列的 以前兩次我們大家都知道 最主要我們也想說 看一些不一樣的技術 不一樣的科技 所以我們先到以色列去 因此呢 針對未來如果說 辦理的學校 在辦理這樣的活動的部分呢 我個人是認為 這個行情探探是很重要的 我們是不是能夠加強 都去參觀 或者是見習一些學校 或者是這個產業 能夠求他們自己的潛能 然後增加他們的視野 一般都是 我們只能在課本上去看到 別的國家的造園風格 這次很難得去就是 親眼看到了中東風格的造園 像是在他們的馬路上 他們的行道路 大多用中旅科的指示 讓我印象深刻的是 巴哈伊空中花園 他們的造園 就是像蘇里說的一樣 就是 是用 是有很多幾級的 那個階級指示的 三坡造園 然後 有細細的水從兩側流下來 在行前訓練的時候 聽校長跟老師講過 以色列的安檢 是全世界最嚴格的 帶回來的時候 當校長被安檢人員問完話後 需要找一位學生 很幸運的就找到我 又因為語言不同 加上太緊張 說錯話 導致我們被安檢人員亮在一旁 最後 關於這次談判 你有沒有想要對誰發表一些感謝 我自信 我想 首先要感謝教育國教師 願意報這個經費 讓這些 各類精彩地獄的選手 他們有這個機會 能夠到國外去看看 外面的世界 是這樣 所以要特別感謝教育國教師 那麼其實呢 我們也要特別感謝這次的活動裡面 我們也有一些以色列 當地的出零社或是中華民國 按住這一個 以色列的代表處 還有以色列國會這個議員 為他們的協助 所以才能夠讓我們這次的 協商的海外 也能夠順利的進行 而且我們也覺得這次的收穫 可以說是相當的豐壽 好